拍 拍 拍拍 拍 拍 拍拍 拍 拍 昨天凌晨接近四点 武杰乡某间民宿 有五对情侣陆续下榻 其中有两对情侣 因为债务纠纷遭一群歹奴闯路 强行如走 本局获报立即赶赴现场 并立即与警察局行李大队 共组专案小组全力来查气 并报警宜然地点署检察官 指挥政办 经过调外监视器 我们立即锁定相关事案的人车 并据情知 发现两对被压的情侣 被一群歹徒 待反原下榻的民宿 于是我们警方展开部署 全力攻坚 顺利逮捕 发明犯嫌盗案 在案发六小时内 顺利营救出两对被压的情侣 全案一 刑法 妨害自由恐吓伤害毁损罪 移送宜兰地点署来侦办 现场毒品的部分 有少些 另外 本件 本分举令查出 相约下榻 该间民宿 超过五人以上 以违反 第三级警戒防疫相关规定 本分局将 减负相关资料 移送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来采罰 警方在此重申 防疫期间 趁一作乱 绝对严办 不会姑息